你真的忘记自己是谁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 整个九州就只有一个人 能开启华絮尹吗 我要感谢老天 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 给了我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我失而复得的朋友 另一个 就是快出世的小生命 既然我无法为你治坏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也许是老天爷可怜我 在这个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嫉妒 驾 那要不要告诉沈安 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他知道了 以后有个照应了 这对于我是个好消息 可是对于沈安 并不是 宋宁 宋宁 是 新亭 你 不能indre你 亏了我的孩子 怎么还敢擅自立功 你可跟我回去 你都知道 不然你还想瞒我多久 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老天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再坚强的女人 在爱情面前也会妥协 再野蛮的男人 在怀孕的妻子面前 也会变成绕纸柔的